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期指結算,繼續滿局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指跌了87點 收報25954點 成交很少,只有531億 雖然中美貿談似乎又有和風 即是和氣之風吹了出來 但是港股今天,在期指結算日 並不賣賬,繼續偏遠 跌得雖然不多 但是看到市場對這些所謂和風的反應 是一般的 究竟為何吹了什麼和風呢? 就是這樣 中美雙方確認了 在10月10日 就會有高級別的貿易會談 一般相信,即是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中國會飛到美國 和美方展開這個貿易會談 中國國務院委員會外長 國務委員兼外長黃毅 其實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表示 中國願意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 也都是中方釋出善意 美方方面,繼總統特朗普之後 白宮經濟顧問傅德樂 也都說到 由於中方會買很多農產品 和中方釋出善意 他預期中美相信中國 可能很快就會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 中美之間突然吹出一些和風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容易達成協議 還是這是中國的一種策略 在11國慶之前吹一些和風 然後才飛去和美國談 我覺得 中美之間如果只是貿易那部分 達成一個局部的協議 並非太難 因為美國要求中國買多些東西 中國亦都是願意買多些東西 這個在今年5月 其實大家雙方 反面之前已經是有共識 其實當日貿易協議已經傾了九成 大家是互相OK的 但是就卡在那一成那裡 那一成並非是買貿易產品的問題 當然中國也有說到 美方不可以要求中國 和中國不配合的買那些東西 即是你硬要我買那麼多 我買不成不曬的 那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部分 我相信中國都可以讓步買多一點 但是現在真正關鍵的問題 就不在這裏 而是在 例如知識產權 例如國企補貼 例如人民幣匯價 是不是受到操縱這些問題上高 那這些就真是 中方的底線來的 而相信 市場曾經傳過的消息出來 就是說這個底線 都不是習近平一個人 決定 而是他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 應該都有一些反對聲音 就是如果不能夠太大的讓步 所以回應美方的時候 就推翻了協議 美國特朗普當時很生氣 就說又加後來的加關稅 搞到現在為止 雙方仍然還未談得到 那現在在10月10日 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到 剛才所說的 卡住的問題 我就有點懷疑 但是縱管而此 如果出現一個 局部臨時性的協議 可能性就存在的 問題就是特朗普 願不願意 他也說過 他寧願 希望有一個全面的協議 而這個協議要是 有利美國的 他才會簽 如果不利美國 他也不簽 他也不想 不願意見到臨時協議 所以現在還是一個謎 好了 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 你看到港股 和內地股市 對於所謂的和風 不是很賣賬 都是要偏遠 這個其中一個 原因就是背景就是這樣 好了 到第二點 為何港股和或者 都是偏遠呢 跟內地其實 都是有一點緊縮 或者不願意 不是那麼願意 放水是有關的 內地今天 連續第八日 展開 逆回購 放水 你都說他不放水 今天他做了一個 14天期 300億元人民幣的 逆回購操作 利率都持平在兩離七 不是很好嗎 不過 大家要留意了 就是人行 這個 原人行官員 盛重 盛 就在官媒那裡贊文 強調 LPR 即是貸款基準利率 報價下降 下降了五點子而已 其實他說下降了五點子 不等於降息的 他是繼這個 人行 現任行長的 易剛之後再次說 就是 為這個 放水減息 降溫 即是 內地現在的口徑 其實就是說 不是會搞大水萬貫 雖然這個 逆回購操作 已經連續第八日 但是 只不過是為了 國慶 長假期 釋放一些流動性 不代表 真是 大幅放水 在這個背景之下 港股 都很難說 大幅反彈 再加上一些 內地經濟上高 有一些下行的壓力 一連串經濟數據也是 今天再加多一個數據 國家統計局公佈 八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 是同比下降了2% 不是增長 是下降了2% 是由正轉負的 大家明白了 所以經濟下降壓力在這裏 再加上一些政策 亦都是拖累了一些股份 例如 內地明年 就會取消煤電聯動 改為基準價 加上下浮動 這個市場化的機制 相關的股份又受壓 例如神華收市跌1.2% 中煤能源跌1.6% 煙煤跌1.7% 電力股大跌幅更大 煤股跌幅更大 電力股跌幅更大 華潤電力、華能角電 這些分別跌4.4%和3.3% 消息公佈出來煤電股都跌 這些原因令港股繼續偏遠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連續第十之陰燭 繼續受制綠色的下降軌和綠色的墊嘴 在26,000關上 現在都是鎮持 今天最低見過25,840點 這個位置就是本輪調整浪以來 至9月13日 調整浪以來最低的水平 9月13日港股是這天見頂 因為9月16日內地是降準 它降準之前 那天星期五來的 就剛剛見頂 一降準那天 就是原本你以為它放水嗎 其實原來它內地就不是真的放水 就不搞大水漫灌 於是這裡有一路路路路路 內地股市的情況 它在上證指數就是9月16日 即是降準當日 就是最高位了 因為它降準之後 其實告訴大家 不搞大水漫灌 於是乎也開始偏遠了 滾回來變成了無力升穿 暫時至少是暫時 升穿雙底頸線位 7月2日高位 3048 即是大概3050區 升不穿 現在又下來 變成了上下兩條綠色線之間的 一個大型橫行上落的走勢 美股又如何呢 美股近期 衝了上來之後 但是都是無力升穿前浪頂 雖然美國說到 中美貿談 即是中國會和它達成協議 但是都刺激不到美股上升 7月26日高位 標準500指數計 就是3027.98 當它3028 或者3030區 就沒有辦法升穿 暫時是一個很牛皮橫行 搞到港股都是一個偏遠的格局 簡單來說 大市執法善促場 現在資金只能夠在個別股份 就是炒股不炒市 這個主題昨天都說過 今天炒到什麼呢 譬如憧憬第四季汽車會 銷售會好轉 吉利有些反彈 又不能夠形成 複式的頭肩底 是否能夠升穿 9月13日高位 這個14.16元 如果能夠升穿 站在其上 就突破頸線 那就利好了 現在是首日反彈 看看可不可以升穿這個位 升穿可以 量度升幅可以高一點 另外就是一些 其實本身這些工業股 原本的業務做得比較好的 賠跌了一段日子之後 今天有些反彈 例如創科這些 例如出口股 敏華那些 今天都升得比較好的 創科這隻就升3% 另外就是IPO 有一個新的IPO 叫Tobox 就來上市了 刺激到同類型股份 保性國際 今天就升3.5% 剛才那隻 Tobox 以前八例 屬下的都是賣Adidas Nike 即是外國品牌的 波鞋的那間公司 他就準備IPO分岔上市 保性國際也是類似 做這樣的業務 所以刺激到有些反彈 另外華潤燃氣 今天就光頭陽燭 可能這個就跟剛才說到 剛才煤電聯動取消之後 電力股下跌 即是說是能源相關的股份 那些有換馬的跡象 那些資金 就沽那些電力股 就換了過來 燃氣股都未頂 所以今天這隻股 都有點反彈 另外最後有一個老牌 不過這隻近年就走得很差 不過他四個月之前換了主席 今天無端端就彈了一成二 不過這些就是比較炒味比較濃的 中國高速傳動 這隻股 早幾年曾經都風光炒過 現在都借了 不過今天有些異動 跟大家報告一下 整體而言 大市基本上都是一個 牛皮偏遠的狀態 伏線足塵 資金都在短期炒作 找些股份 找些藉口 想想樂樂 如果大部分讀者 如果你是暫時沒有什麼 心水的話 或者不想玩的話 都建議大家繼續採取 觀望的態度 今天分析就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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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